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 我都数不清楚了 这个地算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地标之一了 这个是石大海 反正从清代开始 就是萧夏游乐的一个好去处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这地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哪 一拧桥 其实它属于就是前海和后海 中间最细的那个葫芦脖子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景观是最棒的 尤其是你看 咱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往西看 闭波荡漾 对 而且能看到石大海的全貌 再往远处是西山 所以自古以来叫燕京八景 银定观山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真的就是推荐大家 如果来这玩的话 最好能赶上晚上大概 比如说六点来钟 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 往银定桥这西侧这边一站 照个像会特别漂亮 是的 我觉得现在就应该拍个照 真是太漂亮了 现在差不多是中午的时间 我觉得正好这个阳光洒落在湖水上面 就特别的美 是 但是中午的时间到了 咱们来到这儿是不是汪洋哥带我吃点 先吃起来吧 今儿我们带您来这儿 是让您找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 熟悉而又陌生 对 为什么这么说 这地儿大家很熟悉吧 但是今儿我们要推荐那些小吃 没准您还真没吃过 溜达溜达 走着 我带你吃的是这一家 暴肚 暴肚肯定吃过呀 谁说暴肚了 确实他们家暴肚很好吃 但是我今儿带你来这个 我估计你真没吃过 就是应该算是他们家独一份 找找大脑子 大脑子 那儿 正店 来 奶奶 你好 您好 正忙着呢 来 那个 来玩 果子干 两下午等着我 一会儿给你盛着 走 那您先忙着 您先忙着 您先忙 您先忙 这一进来就那种 百年老店的感觉 对吧 就是你看 它上有好多这字画啊 包括一些老照片 对 就这些照片一看 我觉得至少得有 二三十年的感觉 都已经开始多少 有点褪色了 这还有刚刚那个 大奶奶的照片 好可爱啊 对 大奶奶 就是这一片都出了名了 大家观穿大奶奶 大奶奶 那个您看它店里 爆肚不是一大系列 对 人家就是把这菜单 直接往桌上一贴 然后呢 就是什么东西 多少钱 明明白白的 你想点哪个 直接点就完了 而且你看光这个豹子 一个豹子后面就跟了 无数种搭配啊 可以爆羊肚 爆牛肚 十好几种的 就是他们家爆肚子 种类是特别全乎的 对 谢谢奶奶 谢谢奶奶 一会穿着你再吃果子干 先吃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 这叫羊双肠 你看它外面有层皮似的 是羊肠子 羊肠子 这个红子里边是羊卷 这叫羊双肠 羊双肠 它为什么一直叫羊双肠呢 这肠子外边它有一层油 跟双肠似的 就叫羊双肠 我二十多岁 这东西就没有卖的了 就断档了 失传了 失传了 我看这羊双肠一份 多少钱 18块钱 那真的不贵 就是这么大一碗 里边关键这东西 对 亮嘴 得坐起来也费劲 这玩意 尝尝啊奶奶 尝尝吧 尝尝 哇 这棒 很浓郁的这个羊的味道 羊肠那肠衣特脆 那我跟你说 您别听着 就是又是肠又是血的 会觉得有那种 会腥啊 腥腺味什么的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真的 就是味特别的香 因为刚才看待了 他们做嘛 就是它是底下有花家大料 然后拿那个水 去蒸这个羊肠 等于其实是去掉 那个腥腺味 然后蒸完之后 还把那个料汤再浇回去 对 对 是吧 对 所以就是这个过程 能让这个羊肠本身 它那种内脏的那种脏气味 全都没有 包括里面还放了一些麻酱 对 能够提起它这个鲜味 对 所以就是又香又鲜 来来来 好了 我又看这个果子干 特亲切 特亲切 小时候就是 我帮我妈带我来这边 溜达才吃过 我其实真没吃过 我刚刚听你说果子干 我以为是那种干干的 葡萄干啊 杏仁干什么的 是各种老北京的什么干混在一起的呢 还真不是 这点都有什么呀 这是 这是杏铺 杏铺 杏铺 新疆杏铺 这是杏铺 杏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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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您说说来的这地方熟悉又陌生 这地儿大家熟悉 但是像这小吃 真的很多人都没吃过 我卖那时候已经断囊了 为啥呀 它这个说实在的成本高 卖不上钱去 所以它就有的不爱闹 而且还麻烦 熬这一锅得两个小时 这么费劲呢 杏啊你得熬啊熬软了 所以各位啊 如果想尝尝这熟悉又陌生的味道 来奶奶这儿 好好溜达溜达 尝尝这些难得的果子干 我们边走边吃 行行行 谢谢奶奶 小风吹着 太惬意了 在这个石带海边溜达溜达 再来一碗果子干 再来一碗果子干 而且边上你看这碧波荡漾 同时还有这些船什么 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觉得特别清爽 然后就是你感觉 酸酸甜甜就是我 它是那种杏肝本身那种酸甜口 对 就是杏肝它是那种软绵的那种口感 还有点弹性 偶尤是脆的 脆脆 所以它的口感是特别多变的 就是刚盛着你摸它 冰冰凉凉的 冰凉凉 对 所以你看天越来越暖和了 这时候来上一碗 觉得特别的舒服 见味消失 真的舒服 再往前就是火山庙了 那也是来这儿玩 必须打卡的 赶紧去 走 咱北京应该算历史 最悠久的一座皇家庙宇了 最早始建于唐代 到现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一千多年 对 而且这边照相特别漂亮 首先呢春季已经到来了 你看万物复苏 很多花都已经开了 红的黄的绿的 现在这时节正好玉兰花开 然后那边是莲窍 莲窍 就是黄的 白玉兰 然后红的花 对 然后还有绿色的植物 还有这些柳树啊什么的 其实这边还有几个 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像是往那边走 莲窍和玉兰中间这块 就可以拍照打卡 你能正好拍到莲窍 也能拍到玉兰 还有这边火山庙 这个门口 这儿你看又有这个 麒麟 麒麟 然后还有这个玉兰花 后面呢还有这个杨柳 也都能拍到 偶尔有点这个小雨天啊 你在这个下面 房檐 对 房檐下面拍照 也特别有感觉 对 而且我觉得像 比如你要冬天过来 正好赶上下雪 你要守着这个红墙 这个瓦片 你再底下一照相 对 也是很满 超级美 顺着火山庙尿路过来啊 这边已经到 迪安门西大街 这个石头路口了 这家啊 我给你推荐点 就是特丁时候的小吃 丁时候的小吃 这家肯定吃过吧 鹅美酒家 他们家不是吃 那公报鸡丁的吗 对吧 你看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呢 为什么今天 我们的主题叫 既熟悉又陌生呢 来这儿咱不吃公报鸡丁 那吃什么呢 我带你吃点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包子 包子 你看这儿 你都排上队了 排队吃包子吗 对 而且他们家包子 挺不一样的 这样 我们先带您上去看一下 再看一看 这儿其实不光有包子 还有很多这种熟食啊 对 其实东西特别多 哎 您好 那个北京电视台的 能采访年鱼军吗 没人就问 您买的是什么 花糕还有麻荣豆 好吃吗 好吃 我老买这儿包子 因为我住附近 他们家包子品种比较多 像鸡丁的 肉丝的 还有菜的 梅干菜的 芽菜的 还有素的 胡萝卜的 野菜的 这么多的 现在好像还有葷香的 最近还天哪有 省事您买点包子 没多少钱 回去做点稀的就齐了 包子好吃吗 好吃 他们家小包子也好吃 原来这这儿不是狗不理吗 所以那个传统留下来以后 那小包子做的 还是算比较地道的 而且这边还有好多特价 每天两款优惠 你看比如说 周日到周日 各种包子 然后炸糕 然后凉面 对 还有什么石锦 炸藕盒 包括这种酱的 江户 也有 大姐 我问你们家有多少种包子 十多种 十多种 对 一天能卖多少个 一天卖个几千个吧 这么夸张吗 这么多 品种多呀 最特色的 公保鸡丁包子 咱俄美酒家最有名的 不就是公保鸡丁这道菜吗 我们把这道菜包到包子里头 特别受欢迎 就真的是公保鸡丁 那菜包进去吗 对呀 不几种公保鸡丁的 还有鱼香肉丝的呢 还有鱼香肉丝的 对 一会儿我们排队 我没来点 这家包子其实我估计很多人可能听说过 但是真没吃我 我们今儿也尝尝看 之前我也没吃我 开个盲盒 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 这是什么 真让我开着了 公保鸡丁馅 这是鱼香肉丝馅的 首先你看 好香 对比一下知道吗 他们家招牌在公保鸡丁 这里边真是满满的都是馅儿 这真的是直接炒完菜之后又灌着鸡丁的感觉 它这个包子这个发的这感觉特别的松软 你一咬上去它那个皮特别有弹性 然后在里边是那个就是标准炒的 完全是这个味道 直接进去 所以大家就是因为很熟悉他们家嘛 公保鸡丁怎么好吃 这公保鸡丁包子就怎么好吃 荔枝烤那个汤正好灌在这个包子皮上 吸饱了那个汤汁 真是香 但是我觉得这公保鸡丁 我刚以为这里面会有什么花生啊什么 还真没有 就是纯纯厚厚实实的肉 对 全是鸡丁在里边特别的饱满 尝尝这个 其实是不是特别棒 超好吃 而且其实像我这个鱼香肉丝 跟你这可能还不一样 这里边还有一些蔬菜的味道 像是木耳啊什么的 包括这有点点辣口和甜口结合在一起 吃到嘴里有那个脆脆的口感 同时它这个汁水也是非常的饱满 渗透在了这个包子的面里面 一口下是特别的好吃 而且特鲜腾 试试那个天津小包子 天津小包子 这看一点也不小啊 这量也挺大的 这里面是除肉的 肉大葱 它属于就是刚蒸得了里边还有汤汁 是吧 特别过瘾 好好吃啊 咸香 酱香口的 肉香十足 而且它这个酱香口 这个酱汁也是完全进入到这个包子皮里面 而且这个皮其实比刚刚这个皮要更薄一点 对 小包子它皮薄 然后它那种筋道的感觉更强 对 吃在嘴里是非常有嚼劲的 对 这种大包子吃得比较 喧桃然后松软是那个口感 然后小包子是筋道有咬鲜 是啊 还不一样 地安门是北京皇城四门之一 地安门西大街的路口也是火爆一时的市井美食街 一直延续至今都是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 从五十年代开始 地安门小吃就是附近邻里街坊日常必去的小吃店 吃完了峨梅的包子 我带你再来一地儿 这地儿大家估计也特别熟 其实也好找 就在峨梅对面 然后它就是地安门东西大街 中间交界那口呢 然后因为挨着石刹海 所以这块属于什么 就是无论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还是来这儿玩的游客 没事就得过来吃一口 尤其是他们家 就好吃了 富国寺小吃 对 好吃的太多了 印象里好像五几年说就有这家 然后那时叫地安门小吃 然后后来到九十年代 改名叫富国寺小吃 那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味道 咱们在里边找找 这也是要打卡的一点 走 走着 你看看这人气 你看看现在几点 三点一刻差不多 人还不少 而且你看 镇垫之宝 地小趴云 这一排全是各种小吃 全都是 而且每一页都不除量的 您好 您好 师父 我能问问您 现在有多少种小吃吗 现在有100多种 100多种 500多种 从大起的种类的 现在分为是主食类的 酿活是有扒鸡 酱牛肉 酱牛气筋 还有小吃的各种 小吃各种的话 就是炸松肉 牙签肉 然后牙签肉 对 那样的糖卷果 那招牌地小趴鸡 这是你们 今天真不好意思 今天趴鸡刚没有了 然后老北京到达底 排大队买 今天不好意思没有了 这三点 12点 一点多就没有了 人家有好多七点开门吧 他老多老婆的客人过来的话 就是排大队 咱俩来的有点晚 天气就来洗澡 没事 咱转着 万一谁桌上有呢 咱转着看看 有没有人点 问问 我先看看 打扰您一下行吗 我看您也是点那扒鸡是吧 对对对 好吃吗这个 好吃 你看 特别软烂 这就是直接是好 穿着吃的 对对对 就是上锅整汁了 对对对 软烂挺口 味道这么味道挺好的 虾蛋的合适 这么好撕吗 特别嫩 谢谢 人家就俩鸡口分了我一个 真是 好脱骨啊这个 对对对对 特别脱骨 给美女一个尝尝 给美女一个 鸡翅 我看你们拿那个扒鸡 就是都不用费劲 一撕就撕的 对对对 轻轻一撕的 你看就这样轻轻一撕的 然后就给撕开了 我尝尝 我尝尝 咱俩尝尝 真的耶 它真好吃 它外表是熏得非常有味 但是里面那些发白的地方 也完全的入味 而且它虽然特别软烂 但是其实咱们吃进去之后 还是能吃到它这个鸡肉的嚼劲呢 对 而且关键是像刚才几位大姐说的 就是它特别脱骨 嘴一抿 整把那个肉全给抿下来 是 特别脱骨 嗯 石经理 你好你好 问您一下 刚才我听几位说 说咱那扒鸡还得限量是吗 对对对 一天多 一天一百只 怎么就这么少啊 因为好多人都在点 因为什么 这扒鸡呢 就是炉子里边 特制的炉子 一天八个小时 才能出一锅鸡 这么长时间 对对对 所以一天就一锅 就一锅 但是我觉得这个扒鸡算老北京小吃吗 不算吧 这个扒鸡不算老北京 那咱店里边没有这个 这个原来算石家庄扒鸡 原来这有故事啊 这是五六年啊 公司合营的时候 石家庄政府没有北京的烤鸭 完了呢 北京西城区政府去派支援 把烤鸭带在那儿 就回来给我们把扒鸡带了 等于是交换了一个当地的美食 对对对 那这扒鸡也得有蜜蜂吗 有有有有 蜜蜂我都不知道 有两个方子 一个厨厂拿一半 完了筷子拿了一半 一个方子还是分两半 对对对 然后呢 那要做的时候 两份料 加在一块是一个整份料 那互相也不知道这料是什么 不知道 那您这意思等于就是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知道完整的这个扒鸡 有原来你那老师傅有 老师傅现在可能过世了 没有了 然后现在就分了 就分开了 挺觉得 所以您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这挺棒的 所以各位啊 想尝这一口 我觉得真的可以来感受一下 这神秘的方子 咱做出来这个扒鸡 但是得提前预定 对提前预定 我们的带任务 我们说呀得找到 就是大家既熟悉 又陌生的美食 因为这店大家太熟悉了 对 扒鸡其实也挺熟的 您那招牌 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 没吃过的 有啊有 我这有豌豆黄的冰淇淋 要尝上去 豌豆黄冰淇淋 对对对 尝尝 北京头一家 尝尝去 哦 现打的是吧 对 冰淇淋 我各种味道的冰淇淋都吃过 第一次吃 豌豆黄味的冰淇淋 我之前晚上真没听说过 而且质地感觉好像会更 腻 更紧 更粘稠一点 口感真的完全不一样 真的有豌豆黄那味儿 是吗 嗯 就豆香味十足 有那个豆子那种颗粒感 但是很小很小 还真是 就是它这个冰淇淋属于 特紧实 咬到嘴里 你都恨不得要咬一下 那种感觉 扎扎的感觉 扎扎的感觉 豆香味 对 而且那个豆香味 真的足 就是 非常足 就是你看 豌豆黄吃过 冰淇淋吃过 这俩合一起 真是头一回 但是你吃这冰淇淋 如果忽略它冰淋淋的口感 你就觉得在吃豌豆黄 因为特别浓的那个豆香 这个起源 这是老北京 夏天吃豌豆黄怎么吃 就是拿冰 割豌豆黄 割冰上了 起源这个 想想把这个 改成这种豌豆黄 所以那这就是 把豌豆黄 跟什么其他东西混合吗 怎么做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豌豆黄 就不能说了 不能说了 就是豌豆黄 听看出来了 那个石总这个表情 不能说了 这今天又发现新大陆了 各位可以尝尝 但是你非常熟悉 但是又不太熟悉的味道 对 这看挺特别的 您好 能问一下 您这手里这是什么 新安饭装的 赞高 赞高 这不是冰淇淋吗 不是的 不是 我也不问一个 没味儿冰淇淋的 它上面不是奶油那种 不是 它是赞高是吧 你看他们家那个 对 就前面这鲜饭装是吧 老鲜饭装 那我们看 谢谢你 谢谢你 走 看看去 好 得 之前不一直说要找这种 就是熟悉而又陌生的美食吗 这就非常熟悉而又陌生 对 你要说他们家的赞高 我没少吃 但是长得跟咪咪灵灵一样 这我真之前没吃过 真是 走看看 先分装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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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您一下 刚刚我们在门口看 有人拿着那个 像冰淇淋一样的 对 说说你们家的赞高 长得冰淇淋似的 对 这也是我们今年新研发的品种 因为净高的品种 我们一支就有 然后就适合咱们在长食的 就外卖这块 比如说有旅游的也好 小孩也好 因为吃不了一块 吃不了整个的 我们把它缩小了 做了一冰淇淋 对 做了一个形状 然后呢 底下是放的是山用泥 也是甜口的 您在那边脆皮 能帮我们叠了两个 我们先尝尝 可以可以 我拿两个 好 谢谢 对对对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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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早在上面 还有花生碎 把您尝尝 长得特可爱 对 这也是山用泥 这其实就是你们家 原来传统的那个 净高 对 是吧 对 就是咱们按标准一面 正高嘛 但是西安那边 人当地管教净高 在桌上是我们放盘的 一盘 变成这个样子 真没吃过 方便您那个使用 这样首先方便拿了 其次呢 它量也变小了 就是你也不会浪费 对 而且它多了一种口感 因为它底下是那个 就是那蛋卷 蛋桶 对 然后再加上山用泥 对 挺不一样的 我试试 我试试 哎 好吃 就是上面 就是他们家传统的 那个曾高 然后枣 然后糯米 然后上面还多了一些 花生碎 对 比较还是那个山用泥 山用泥 很绵的那个口感 对 很绵软的 然后再对上那个 蛋卷那个桶是脆皮的 脆皮的感觉 所以它其实口感 比单吃那个 曾高更丰富了 对 所以就是为了 大家拿着方便设计出来的 对对对 可以边走边吃我觉得 对 而且这还不担心化 对 就是这样暖和了 这个冰激凌 它不会化 对吧 你可以边走边吃 这个影响 对 真的 这个不错 熟悉又陌生的美食 而且我觉得 也特别适合拍照 就你看你跟朋友 对真的好 不光是有这个正高 你看看我们的特色 你看这边肉夹馍 两瓶 鸡质两瓶 有羊肉泡馍 首先羊肉泡馍 这必不可少 而且你看他们家的馍 这刚才撕之前 上面还有印花 对 这个是西安的骨楼 也是罗城墙那块 那咱们在北京的骨楼 对 后边咱们就是 北京的骨楼 然后这吃着 西安的骨楼的馍 就特别有感觉 软呼应 然后呢 这个酿皮 酿皮 然后炒凉粉 还有羊肉串 我觉得这个 反正是我自己 个人的挚爱 块够大 对吧 肉特别足适 同小就吃 然后那时候 就是路过西安饭庄 我跟你说 只要路过门口 我就没有走过去的时候 就是到这 必须停下来 每次都可以串味 流连旺 对 这肉足是 料味也足是 最关键是 没有羊的那山气味 就是特别的香 然后它是那种 就是肥瘦都有 然后又有那种瘦肉 有咬劲 又有那种肥油那种香 尝尝那两口 嗯 炒羊粉 好好吃 首先呢 它是热乎的 然后一到嘴里呢 能喝 一抿就能化开 而且里面还带一点 微微的酸 酸酸的 又有一点点辣辣的口感 然后一口抿下去呢 有那种满满的绿豆粉那种味道在里面 我觉得这你也得一会尝尝 面皮儿够弹 够爽滑 就是它那个辣子特别香 它其实辣度并不高 香辣味 对 我觉得它这个辣度 属于就是不太能吃辣的朋友 也不用担心 而且搭配上它这上面 还放了一些麻酱在里面 就是香味就更浓了 确实不错 还有这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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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不可逞 这个 泡膜是一个特别具有社交属性的美食 这个手就别停下来 你就一直在那掰 掰的过程 可能一掰可能十几二十分钟 甚至半个小时以上 但是大家互相聊聊天交流感情的时候 真正的可以放下手机拿起膜 对 汤鲜 然后肉也足着 我把汤汁吸满之后 就是那种又有咬劲又滑 还特别饱满汁水那个感觉 很筋道 它二条外皮 其实是被这个汤汁完全的浸泡 对 但它里边又没有完全的透进去 对 吃上去还比较有嚼劲 有一点芯的感觉 所以我真觉得 大家可以来试试这个羊肉泡膜 反正个人建议汤稍微宽一点 然后这样你除了吃膜之外 来一口那个汤 可别的咸 大家你看今天 咱俩真的是吃吃逛逛一大圈 一整天 一大圈 然后现在开始西洋西下了 这个日头落下来了 也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 我背后 你看 古楼 也是北京的中州县了 对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站点 你要说这个地方 其实你看 从元明清三代开始 这就是咱北京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 然后因为它是在北京的中州县上 而且以前讲说陈中木谷 所以它最早 它的实际作用是报石 到如今这个时代 它已经失去了 它实际说报石这个功能 但是它作为咱北京的名片 作为一个地标 又有了新的功能 新的功能 特别具有代表性 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生活在这里的人 还是来这玩的游客朋友 这是必须来拍张照片 打个卡的地点 没错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 绝佳的拍照位置 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比方说现在夕阳西下了 但随着这个余晖 我们可以在这个 斑马线的这个位置 拍上一张照片 然后后面带上 这个鼓楼的全貌 同时呢 就咱们俩现在这个位置 也是很好的一个 打卡的地方 我们可以正着拍 背着拍 坐着拍 怎么拍都好看 最安全啊 毕竟这是一路口 是的 是的 然后最后其实我觉得 你看那边现在还能看到 有那个小姐 穿着婚纱在拍婚纱照 那个位置 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位置 因为下面会有一个指示牌 你呢就可以两个人 站在指示牌 左边一个右边 一个拍照打卡 特别有一个明确的 地标的感觉 所以你看 为什么今天我们一直说 这个主题叫 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其实无论是 刚才说石炸海也好 包括鼓楼这块也好 大家太熟悉了 但是您会发现 这些老今天老字号 都在不断焕发着 新的生命力 对 包括今天这些 老字号的美食 之前都没尝试过 没错 就是老字号里面的 新鲜事物 包括咱们现在的鼓楼 也一样 我们有新的 拍照打卡的方式出现 所以真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京城美食新地标 休闲逛吃 好去处 主要做的就是超流咖啡 翠桥取其拿铁 杯子真的是能吃的哦 相当于就是椰子 椰子肉里面还有这个咖啡 来自北海道的云朵戚风蛋糕 它很湿味 有水分在里面 它是没有咖啡的拿铁 茶拿铁 近在下期京城美食地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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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